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就是因为Mr.Law的积极跟进而影响了他 他是位美发师 因为家境不允许 15岁就需要出来社会工作 后来去学剪头发 从学徒到后来自己经营着一家美发院 曾经在一次的表扬大会的舞台上 这位领导人分享说 他听到年幼的孩子说 爸爸 我长大后又好像爸爸一样 能够站在大大的舞台 讲话给很多人听 他当下感动的掉下眼泪 他深深的知道一个人的成功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 更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的事 来到Rewake 从一个不敢想 到后来不断称大自己的格局 敢于争取自己想要的人生 一位很有魅力的领导人 他就是我们的荣誉领队 飞马二 Mr. Lim Sun Lee 他谈的主题就是 格局 大家好 我是Lim Sun Lee 很荣幸能够在2021年第一季度 成为一位领袖培训会的讲座 今天我的主题就是格局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格局 他就将会拥有怎样的命运 一个人没有大格局 他永远不会获得大成就 如果一个人心中的格局 从没想过达到高峰 那么他永远不会获得成功 有一句话说得好 你的心有多宽 你的路就有多宽 你的格局有多大 你的成就就会有多大 当你能放大你的格局 你将会有不可思议的人生 每个人对格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格局是一个人的眼光 有的人认为格局是一个人的眼见 也有的人认为格局是一个人的胆势 胸怀等等 那么什么是格局 格局就好像一个锅 你有多大的锅 就可以见出多大的饼 你绝对不可能可以见出一个比你锅还要大的饼 那么如果你想要见出更大的饼 你必须要有更大的锅 格局怎么来 要怎么才能称大一个人的格局呢 曾经有一家牙膏公司 换了一个总裁 这间公司已经很大了 但是他的业绩一直停顿不前 所以这位总裁就召集了所有的高层和管理层来开一个会 要他们想一想 怎样把营业额提高 所有的高层就在这里想了很多方法 想了很多方案 比如换包装 打广告 换味道等等 想了很多很多 但是这位总裁还是不满意 因为总裁知道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就连续开了一整天的会议 所有的高层和管理层都已经很烦躁了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打扫的阿姨 经过了听到他们在讨论 要把营业额提高的事情 然后就去跟总裁说 他有一个好方法 总裁就用了一个很怀疑的眼神 你这个打扫的阿姨 会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这里所有的高层都想不到方法了 难道你有方法 这位阿姨还是很坚持地跟总裁说 我的确有一个好方法 真的能让你的营业额提高 那总裁就说 好吧你说 不过这阿姨说 如果这方法可以让你的营业额提高 我要你利润的百分之五 这位阿姨既然狮子开大口 但总裁心想 反正也没什么好方式了 就叫阿姨好吧你说 这位阿姨就开始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只要把牙膏的洞口挣大多一个mm就可以了 结果这个营业阿真的提高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睡醒要缩牙的时候 就把牙膏挤多了 又没办法把牙膏挤回进去 自然而然换牙膏的速度就快了 为什么想利用这样宝贵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呢 因为这个例子真的非常适合用来解释格局 我们每个人的格局就好像这个牙膏的洞口一样 只要撑开多那一点点 就可以改变你整个人生 只要你相信多那一点点 它真的可以改变你整个人生 很遗憾的 我们每个人都滑在格局非常小的环境里面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有一位妇女 她去了夜市 买了一件六十块的衣服 回家的时候 就发现邻居也同样买了这件衣服 不过 这位邻居只用了四十块 买了这件衣服 比她买了便宜二十块 于是这位妇女 为了这件事情 三天三夜睡不着 意思就是说 这位妇女的格局只有二十块 假设在这里 有三位在弃砖的工人 正在弃砖 一个人经过这里 就去问第一位弃砖的工人 你在做什么 第一位工人 用了很不耐烦的语气 你没有看到我在弃砖吗 这时候她再去问第二位工人 第二位工人回答说 我在建一栋大楼 她再去问了第三位工人 第三位同样的在弃砖 但第三位工人回答 我在建一座大城市 一段时间过后了 第一位工人还是同样的在去砖 第二位工人已经成为了工程师 第三位工人已经成为前面两位的老板 这就是一个人格局的差别 当一个人格局小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比如说 今天有一个乞丐 在路上跟人家讨钱 每天看到衣服鲜艳的那些人 他不会有任何羡慕 不过他就会去妒忌 那个讨得多钱的那个乞丐 这种人注定就是要做乞丐 因为他的格局就是乞丐 今天我们想要成为一位百万富翁 我们要问问自己 有没有一个百万富翁的格局呢 你相信你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你相信你能够成为千万富翁吗 要是你不相信你自己可以 成为百万富翁 成为千万富翁 那么你绝对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人生最大的悲剧 不是我们受了多大的委屈 不是你去跟人家借钱 人家不借给你 不是你给人家讨厌 不是你被误会 这都是不是最大的不幸 最大的不幸 就是你怀疑自己本身的能力 有很多人 时常把一些货挂在嘴边 他可以的 我不可以 他能的 我不能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所以 不要怀疑自己本身的能力 我们从头到脚 没有一个部分是不好的 科学家 没办法发明一个仪器 像我们的眼睛那么好 每一个时刻在拍视频 就好像你们现在在看着我一样 非常清楚 科学家没办法发明一个仪器 像我们的鼻子 舌头一样 时时刻刻可以尝味道 嗅味道 科学家也没办法发明一个仪器 像我们的心脏一样 不需要放电池 时时刻刻都在跳动 我们全身向下都有无限的潜能 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不过很遗憾的 科学家发现我们从小到老到死 只不过用了我们百分之十的潜在能力 大部分的潜在能力 跟我们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死掉 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利用起来 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本身的能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宝藏 那么要如何把我们的格局称大呢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先要学会承受 承受什么 我们要学会承受委屈 我们在市场上 会经常被人家误会 被人家骂 被人家拒绝 对 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受 我们很难吞 很不爽 很痛 心更痛 但是我们都还是要学会吞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称大我们格局的 比如说 今天我们去健身 一开始拿十公斤 过程当中肌肉很痛 过了一个星期 再拿十公斤 没感觉了 意思说 我们的肌肉已经成长了 同样的 我们的内心不断的 遇到委屈 拒绝 误会 慢慢的 我们的内心也跟着成长了 接下来 我们必须要学会打击的时候 学会承受打击的时候 曾经有一位 非常厉害的拳击手 他每一场比赛 都拿赢 有一次 这种节赛 他又拿下了冠军 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记者就问他 拳王先生 你到底有什么秘诀 为什么那么厉害 每一场都拿下冠军 拳王先生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秘诀 每个时刻当我下去打的时候 我全身痛到要死 不过我告诉我自己本身 one more round 再来多一次 当我继续再下去打 已经也肿了 臂子也歪了 我还是告诉我自己本身 one more round 这就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 one more round 当我们遇到挫折 打击 还是要告诉自己 one more round 这就是能让我们称大格局的 这就是第一个步骤 承受 接下来 第二个步骤 我们就要学会去承担了 承担什么 承担一些责任 而什么是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就是能够承担风险 我非常荣幸 现在 我在一家 愿意承担风险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立位 在外面 有很多公司 不愿意承担风险 不愿意承担责任 但立位 一直都在承担风险和承担责任 绝不会让我们承担风险 所以 成为立位的指销商 真的非常荣幸 在立位 要成功并不难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时间 去学习 去成长 设立目标 达到目标 就是这么简单 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 立位公司会给你答案 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 立位给你力量 公司会给你一切的答案 试问一下 有什么生意 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同时 又有人告诉你 一切成功需要的答案呢 也只有立位罢了 各位伙伴 剩下的 就是必须靠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只要坚持的付出时间 马上行动 付出我们能付出的 在立位这条道路上 成功 就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 你要有多少雨下来 就要有多少雨上去 我们想得到多少 我们就必须先去付出多少 但是 有很多人害怕 自己所付出的代价都是百费 不愿意去付出 想要得到不劳而获 那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先去付出 才有可能得到回报 当你可以不断地承受委屈 承担责任后 你才有可能去存在 而且 存在就是第三个步骤 那么什么是存在 比如说 你的格局是一辆汽车 你就可以载一辆汽车的人数 你的格局是一辆巴士 你就可以存在一辆巴士的人数 你的格局是一辆渡轮 你就可以存在一辆渡轮的人数 如果 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格局是一座城市呢 你就可以存在一座城市的人 如果你的格局是一个国家 你就可以存在一个国家的人数 我很荣幸 我选择在立位 因为立位一开始就可以承受承担一切 甚至已经准备好来存在全世界 真正拥有大格局的一辆后市 如果今天你想拥有大成功 你必须先学会去承受承担 接下来才有办法去存在更多 那这样才有可能撑开你的格局 但很可惜的 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 如果你想要 这里已经有一个现有可以让你打开格局环境的地方 可以让你成为百万佛 可以让你成为千万富翁的环境 我非常感谢立位 立位让我撑开自己的格局 立位改变了我整个生命 既然立位可以改变了我的生命 他应该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你要相信你自己本身 更要相信立位 当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你将会有不可思议的人生 你也会有更好的人生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林顺利 让我们一起来称大我们的格局 谢谢大家 谢谢顺利的分享 从他的演讲 你们看得出他的学历只有初中二吗 看不出对吗 所以环境是非常的重要 无论一个人的学历如何 家庭背景如何 但是只要他接触到一个对的环境 加上他本人愿意学习 愿意背交 就会有所改变 再次谢谢我们的Mr.林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